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這個良好的空氣質量是我們大家期盼的 也是一個城市的一個生活的基礎 那麼我們今天在中國很多的城市出現了霧霾 超過了中國260萬平方公里 同時也影響了將近6億人的健康 那麼PM2.5這種污染物是形成霧霾的主要污染物 那麼從衛星搖桿可以看出 中國的東部和印度的北部是目前PM2.5濃度最高的區域 嚴重地影響了我們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的發展 使我們面臨了一個嚴重的挑戰 現在PM2.5這種污染呢 它是有大量的這種污染源造成的 那麼涉及了一系列的污染物 那麼包括像火電廠 工業過程 機動車等等 那麼包括的污染物也有像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 PM和VOC等等有十多種 那麼要解決這樣的問題 首先一個技術手段是要找準污染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那麼現在比較多的用的這種手段 我們可以從地面的在線觀測 飛機的航測和搖桿的信息 那麼來全面的監測和準確的判斷污染的來源 那麼能源利用過程應該是污染來源裡頭 重要的一個方面 那麼所以解決這個問題 首先要從源頭能源入手 那麼像今天節約能源 包括像用新能源來替代傳統的化石燃料 像太陽能 風能 水能和生物質燃料 那麼都是從源頭上解決的問題 那麼第二個呢 中國是大量的用煤 在燃煤發電的這個過程當中 那麼我們會有一些新的技術來使它的排放降低 比如說濕式靜電儲存技術 它是通過這個連續和間隙的噴水 可以使傳統的電極的反電運現象得到客服 提高這個儲存的效率 那麼對於二氧化流的控制技術 我們有這個像雙塔的增效 脫流增效和單塔循環這樣的技術 那麼使這個脫流吸收效率大大的提高 那麼使二氧化流這種污染物 在火電燃燒過程當中得到這個有效的控制 在這個氮氧化物這樣的技術 那麼我們也有這個催化 選擇性催化還原和非選擇性催化還原這樣的技術 那麼特別關鍵的是 要通過催化劑克服它的 對各種燃煤成分的中毒的克服 和溫度變化的這個過程 那麼使我們這個技術得到有效的利用 那麼如果我們把最終把這個濕式靜電儲存 增效脫流和選擇性催化還原這樣的技術 提升到一起使今天的燃煤電廠可以達到像燃天然氣一樣的這樣的低的排放 使最終的排放達到最低的這個水平 那麼第二個重要的這個排放貢獻對於這個霧霾的影響就是交通 那麼我們這個中國有十幾個城市做了這樣的原解析 那麼交通對它的貢獻可以達到10%到30%左右 那麼使我們重要的來源 特別是像柴油車這樣的排放 那麼解決這樣的問題 我們有這個從這個能效和尾部治理 那麼相結合來解決它 特別是像這種三效催化轉化技術 和這個柴油車顆粒物普及技術 那麼如果把這個顆粒物普及技術和催化轉化技術集成到一起 可以達到目前全世界歐洲第六階段水平的這個排放 那麼從能源的角度來講 新能源車是未來解決的一個重要的方向 它要解決的問題是我們中國這個發電更多的是煤電 那麼煤電和這個油之間怎麼樣清潔的出現發電 那麼才能夠解決好這樣的問題 那麼中國在未來解決霧霾問題面臨三個挑戰 第一個重要的挑戰就是中國東西部還有很大的發展的這個差距 那麼西部還有很多的基礎設施包括能源的利用 在這個過程當中怎麼樣利用先進的技術 在發展過程當中不帶來新的環境問題 第二個重要的挑戰就是中國能源跟西方最大的區別 像美國三分之一用到了交通三分之一 在建築三分之一用到工業 而中國有三分之二都在工業 所以工業的節能和工業技術的先進的技術來解決 是我們面臨的重大的挑戰 最後第三個挑戰是空氣污染的問題 跟氣候變化的問題有聯繫 那麼一部分空氣污染物是降溫的氣溫膠 那麼還有一部分是深溫的氣溫膠 怎麼樣在解決空氣污染的問題過程當中 協調好跟氣候變化問題 那麼在技術路線上是我們重大的一個挑戰 好 謝謝各位